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rrison 男女大不同 这个就是整天都怪在口边的 男一堆 女一堆 聊天就会这样说 坦白说其实如果真的放下 是不是男和女的放下的情感 也会有不一样的呢 也可能是的 女性比较是一个情感一点的毒物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用情感来先行 男性反而会用一个处理方法 比较理性一点 有问题我们不会想当中有什么感受 或者当中我会有什么不开心 或者对方是怎样的 但他很想用一个解决方法去拔 就是处理这件事就算了 这个就是很大不同的地方 我那天讲了一段时间 我看了一本书 他最初都是这样说的 男是属于理性的 男女又属于感性 但讲到后面的时候 原来他说 现在如果在上帝眼里 男女都有理性感性 已经再没有人去划分 因为他想告诉大家 其实男女都可以 是有眼泪 有宣示 可以有话题 去告诉你们相信的人 其实如果在抑鬱里面的时候 我们怎样令到 真的男是 明白到愿意放下的情感 可能真的比女的困难 是呀 其实我近期又有个个案 有个爸爸 女儿很小 十多岁就有很多焦虑症 我处理着 当爸爸在听的时候 他也是很理性的 但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女儿很关心你 他很担心你今天来 我说一些不开心的事给你听 那你估计男士是怎样的 不用担心男人 都不敢过 可能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粗俗就算了 他是哭的 哎哟 是吗 我相信你刚才说的 是对的 即是每个人男性 女性也有她感性和理性 不过可能女性呢 即感性占80% 理性是20% 男性是80%理性 20%是感性 嗯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正正就是一个 几值得探讨的课题 所以就有夫妻了 是的 没错 互相补足 互相补足 是会不是那么愿意的 嗯 反而女性就很喜欢 就是希望找辅导员去帮忙 其实我想 应该这么说 我经常都觉得 不要用辅导两个字 因为辅导就是自己有缺陷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找一个人去谈谈 找一个人去认同 或者是理解到他们的立场 可能这样的 不过没办法 因为名词上是需要用这样 因为如果大家明白到 好像Harris他的工作 其实他处于是 都纯粹是想帮人 是的 其实他也不是说要是 不是说辅导你什么 是将你不明白的东西 将你认识的东西 讲明给你听 讲明给你听 怎样为止辅导呢 令到你知道原来 你所思考的东西 可以多一样东西 是的 即我们是做一个同行者 我都是约白一些朋友 不过约白了几个朋友 就开始有很多的情绪 跟约白在那里争论 其实一个心理辅导员 其实我们就是听 还有我们会听一些 在当中他的故事里面 他没有想到的东西 嗯 譬如他就是自责 他说自己没有用 但是他有没有欣赏过 自己有用的那边 嗯 可能听完他的情绪宣洩了之后 我就尝试带他去看自己 欣赏回自己的一些特点 嗯 这个特点就是帮助他在一个 感性上去到一个理性的位置 嗯 即是建立自己 没错 这个最重要 因为其实人最重要是要建立 当然刚才我也有讲过 你说试探是没有可能是没有的 但是怎样可以是敌个试探呢 就是你不要成为试探的 陷入了那边为一个罪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经文 是的 因为用上帝的话语 因为如果你用人性的话语 太理性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一样都对的 嗯 即是从古以前年代 妈边的年代 有几十个老婆的 是的 那那个年代流传下来 应该是对的 是的 那为何现在 看你圣经才会是一夫一妻 又说应该是单单对单 是的 其实已经是可以在圣经里面 告诉他为何 是的 没错 如果我们去 就是倚靠圣经 其实你说我们倚靠了 是否真的可以完全解决呢 我又有些朋友说给我听 说而已而已 我想你们也觉得是 说而已而已 做也有点难 嗯 当你担心那时怎样放下呢 这个就是说思想争斗的问题 是的 你思想上是有圣经的经文的 肯定告诉你 是的 但你另一边就告诉你 你听有一些的现实社会的世界的 说话那些不是经文 即是你在那里敌党着 嗯 没错 要做到这样 不如说一点点 我用我的看法 或者我去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 不如我们可以用男的看法 还有我又说回我又怎样去敌党 那我们用我们自己 当然是Evison 专家说 其实我自己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是有很多不开心 但你解释到不开心的来源 是差很远的 嗯 即是说其实呢 举例突然间家人有事 嗯 譬如他在医院的 即是他突然间有重病 要做手术 其实是有很多担心的 嗯 但我当时会问自己 啊 我这个担心是否会帮到这件事 嗯嗯嗯 其实我应该用什么方式 令到我跟这个家人更加 即是可以跟他同行 嗯 以及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 嗯 所以我自己有时遇到一些困难 我首先会安静一点 即是自己冷静一下 接着就去想一下 想一下 咦 咦 我为什么这么迷惘啊 或者这样 究竟有什么 令到自己可以 即是 是否可以帮到一件事呢 那我那一刻呢 就会 自己慢慢跳出来 嗯 是的 这个我想我自己 或者 有些男性也是 不过男性很有趣 理性一出来 就不是像我那样有 其实你这个不属于理性 这个属于感性 那如果你理性一面的时候又怎样呢 如果真是用圣经经文去代入你 如果我真是去看 其实我看完经文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呢 我有一段是这个 《比德前书》五章八节 这里其实我有点少许 觉得自己也好像 一个状态会在这里 就是 不要紧守警惩 因为你们的仇的 魔鬼遇痛 敲叫的狮子 天地游行 找尋可吞吃的人 即是说其实 我的感性 我的感性就好像一只狮子 你想他给他吃他 因为你要去避他 或者甚至去战胜他 嗯 所以这个真是 很要自己很警惩 警惩你的状态 把自己的感性 抽出来 用一个 究竟对这件事的帮助在哪里呢 它令到自己可以 更容易地去处理 嗯 我想这个 其实等同很多人 他犯了任何事情都好 他要警醒那个 自责 是有没有帮助 是要自责的 因为是要认罪的 但是如果你认罪之后的时候 你要警醒往后 你在做什么 和上帝的喜悦 我们要说明的心意 是吧 如果你说用我女性去做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我是没有 这么多的长篇弹量的机密 因为我要出战出缺那些 你帮自己立刻 停的 我们女性里真的比较感性 当然了 当我去遇到任何的困难 因为我和你第一件事是一样的 我首先会去 立刻分析给自己听 我再做多一些事情 和做少一些事情 首先我有没有帮助 因为我多做一样东西 如果有帮助我当然会做 对整件事的战帝 但如果少做一样东西 可能还有帮助我就会少做 另外我首先 刚才我都分享过 就是我要平静 因为我处理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 是有一个计划 如果我在里面 啰啰唆 吵怨巴闭 其实他想行那个计划 他要安抚我 安抚了我之后才行那个计划 是不是已经迟了 我就会这样想 我就会用理性去想这件事 因为我们女性也有理性 就是我理性去想一件事 上帝那件事快点搞定 那天上帝说我正在搞定 不过你又在哭 你又不开心 我又爱你 不如先理你 如果理你的时候 那件事是不是已经拖慢了 所以我就会和自己说 得力再乎平静 首先我要乖乖地 先坐定定 先不要想太多 先让自己的心里去平均 还有一个事就是 开始就会想 我会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这个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左右 因为我能够做的 就像你刚才说 尽力了 我尽力了多少 如果我尽力的能力 不能够多的时候 那我何必 叫做搞乱当呢 对吧 相反来说的时候 我必须做一些我能够做的 譬如我能够就是 平时我讨告了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上一次计划 我们有那个是 有一个名字叫痛苦 记不记得那位吗 因为他本身来说 他说明 其实他的生出来的时候 是他的名字不好的 但是他愿意去交给上帝 告诉你 我怎样都要慈福 你不慈福我就不罢优 那究竟你愿不愿意去 亚比斯 亚比斯 你愿不愿意去交托呢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我的处理方法就是 要平静 还有做我能做的事 其他东西我不多经文的 因为我要快速令到自己停 我们女性就是最怕的情感 一到大事了 沉醉了 一沉醉了它 就可以好像一条江河 想到整盆眼泪 一样就会很严重的 所以我就会这样处理 男和女的分别也有不同 所以如果我听完之后 我们一起合作就行 那是一个完美的人 不是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我那段经文 说整地都是狮子 其实刚才说了很警醒之外 这里第九节 五章九节讲的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嗯嗯 其实在苦难当中 在困难当中 是不是你一个经历呢 这个绝对是 因为人是用经历去成长的 如果今天你有一张八指的时候 就好像 我那天听到一个 很有趣的游戏 一边就有穆斯 穆斯就拿着那条绳子在中间 左边就有一位我们叫做圣人 就是他的角色 他的绳子又拿着 那你一边就叫做罪人 那你一边在这里 那其实呢 是当是罪人的时候 他犯罪的时候 他就拿把剪刀 就会怎样 剪断他的绳子 那条绳子不是断了的 但是因为罪人去悔改又怎样 把结就又打了 那不断剪不断打 不断剪不断打 成长成长 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 是的 我想这个也是正正我们的抑屈症 就是太阳乐是一个很害怕的名字 但是如果我想用一些经文 甚至我们刚才的演绎 可能你也用得着 甚至你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难 我相信你要找人帮忙 这个绝对 千万不要 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能 因为当你承认自己不能够的时候 你的眼界就会阔 你的胸襟就会装得更加多 没错 我相信 刚才约伯 都是帮助大家去想想 还有这个世界的苦难 不是只有你一个 还有很多人是跟你一模一样 只要你当中要开口的话 你的同向者是绝对之多 今天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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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